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妖看点视频 本期继续为大家解读文森佐 第五集,文森佐的反击 上期讲述到,文森佐帅气的炸掉了八别之药的原料储备库 让八别之药的骨架一路跌到了谷底 逼得八别建设集团幕后真正的老板 为了挽回局面,不得不向外界展示出自己另一条臂膀 八别化学 他吩咐自己的替身弟弟张会长立刻召开记者发布会 目的是向外界营造出BDLS即将研发成功的假象 可是就在发布会上,一位研究人员当着所有人的面 突然口吐鲜血并喷了张社长一脸 而张社长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关心员工的状况 而是大发雷霆 惊慌失措的大声喊叫 让人快点为他叫救护车 从他惊恐夸张的反应来看 八别化学现在研发的BDLS和之前即将上市的止疼药 似乎有着同样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这位突然发病的研究人员却正是大厦租客中 寺庙和尚的顾教李宇英 二人从小一起长大 在李宇英去八别化学工作之前 身体状况非常健康 可是自从他在八别化学开始工作后 不仅开始报受而且还时不时的流鼻血 直到发布会那天当场吐血 被送到医院后才检测出 他已经患上了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小和尚向医生询问李宇英得病的病因 是否和八别化学有关 可是这位医生毫不犹豫的否定了他的想法 医生不仅强调八别化学是一家管理非常正规的企业 同时也强调李宇英得病的病因 只是因为他个人疏于对身体的管理 面对这样的结果 大厦的租客们都很难接受 因为他们对李宇英非常舒适 虽然小和尚和李宇英都是孤儿 但是大家一直以来都像家人般相处 感情很是神厚 经过一番调查后 文森佐给出了他们真正的事实真相 原来八别化学现在研发的BDLS 是一种具有新时代面板革命的化学物质 在美国已经明令禁止研发了 因为它同时也是一种传有剧毒成分的化学物质 虽然研发的风险巨大 但是一旦成功 就会为八别建设集团带来非常巨大的收益 所以在李宇英出世之前 已经有40个人相继得了同样的白血病 并且已经有9人身亡了 可是因为这些患者救治的医院 也是八别建设集团下的子公司 所以医院的院长会拍着胸脯 对受害者家属保证 受害者得病的病因 绝对和八别化学毫无关系 不仅如此 他还伪造了诊断记录 来粉饰八别化学的职业灾害问题 让受害者家属觉得 即使起诉八别化学 也毫无胜诉的希望 然后八别建设集团的田狗 有向律师事务所 在出面收买一名三流律师 让他出面 貌似站在受害者家属立场那边 取得他们的信任后 然后向他们表示 只有和八别化学和解 才能为受害者争取到最大的补偿 之前的受害者们 在这一波操作之后 都感觉胳膊拧不过大腿 纷纷拿了赔偿金后 曹曹聊事 而且八别建设集团的另一只田狗 大昌日报 为了能从八别建设集团这里 得到更多的广告费 每天都会刊登各种彩虹屁 极其羡慕地讨好自己的主子 所以一旦有关八别化学研究人员 被爆出晕倒吐血的新闻 他们就会出来诋毁攻击 否认事实 即使为大众呈现 八别建设集团 是一个极具良心的企业形象 这就是资本在运作时 实用的手段和方法 通过媒体舆论 让大众看到 他们想让大众看到的事实 文森佐了解了 八别建设集团的 所有肮脏勾当之后 他的心里已经有了相应的对策 红友蔡律师 之所以会有那样的结局 是因为他是一名律师 即使反击 也只能在他擅长的法律领域 文森佐记得 他曾用意大利语 对自己说过 只有恶魔才能对抗恶魔 很可惜 他却变不成恶魔 当时他反问文森佐 是否他也变不成恶魔 原来阅人无数的红友蔡律师 在看过文森佐的意大利形式风格后 似乎已经猜到了 文森佐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他对文森佐的那一问 似乎是询问 又或是期盼 期盼文森佐能帮助他 铲除这些在世间作恶的混蛋 没想到 随着他的离开 却点燃了文森佐内心的愤怒 文森佐和红车鹰 先是找到了那个三流律师 让他退出协助受害者家属 和解的相关事宜 然后找到了那些受害者家属 希望他们能继续上述 虽然红车鹰用了几句 生情并茂的表演 但也没有能转变受害者家属 决定和解的想法 随后红车鹰找到了以前的同事 在九国三星之后 套出了三流律师和有项律师事务所 勾结的证据之后 将录音放给了受害者家属听后 才转变了他们的想法 因此文森佐和红车鹰 拿到了他们签署的诉讼代理书 将三流律师踢出了局 文森佐还将在之前藏匿的回扣 全部捐了出去 三流律师看到自己 辛辛苦苦攒下的六亿多寒币 就这样没有了气得大叫 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的人 而被打晕的他 被送到了一个小岛上 其位置就在他家对面 文森佐还给他留下了一些 简单的生存工具 将他软禁了起来 随后文森佐和红车鹰 来到了有项律师事务所 递出了那份诉讼代理书 此次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向有项律师事务所 和八别建设集团宣战 他们要通过这次对异 让八别建设集团 公开向社会承认错误 并对受害者做出赔偿 而且还要停止研发BDLS 并且公布BDLS的真相 面对这样的叫嚣 崔明基当然会积极应战 因为在文森佐开口的那一刻 他就听出了 那天在洗衣房里威胁他的人 就是文森佐 更是将他的手下 嫖部长的人送进监狱的人 薪酬就恨加在一起 他这次绝对不会放过文森佐 而文森佐甚至 现在他们手上的证据 还不足以打赢这场官司 所以他要另辟蹊径 以黑手党的方式 为自己争取时间收集证据 在他们出征那天 穿着干洗垫精心 为他们熨烫的衣服 还吃了意大利餐厅老板 特意准备的早餐 所有人都想为这次应战 除以分离 崔明基等人率先到达了法院门口 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们 崔明基的表现却很自信 当记者们问到BDLS 是否是有毒物质时 崔明基信誓旦旦的表示 不能因为员工是弱者 就可以没有根据的 相信这些小道消息 更不能因为是弱者 就可以代表正义的一方 而有钱有势的人就是坏人 他提醒在场的媒体朋友们 文森佐他们就是利用 大众同情弱者的心理 来为自己造势 在他话音未落的时候 文森佐和红车鹰也赶到了 两个人宛如是来参加时装周一样 气势全开 开着酷炫的跑车 身着亮丽的职业装 面对记者的提问 红车鹰只是用飞吻 一吻吻过 而大厦的租客们 更是在法院前 开启了玄幻的祈祷模式 文森佐等人奇招百出 让崔明基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 弄不明白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就是文森佐的目的 在意大利黑手党经营的赌场里 也时常会有高手来踢场 而黑手党的应对方式 不再是古老的断手 而是设法让赌局失效 而文森佐此刻要做的 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 本期到此结束 下期我会和大家讲述 被文森佐取消的赌局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